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业就存艺术最核心的这个问题以外的 但其实应该也是跟艺术相关的 就是跟艺术管理 艺术推广这个有关的一个问题 就有一个网友他是这样问的 怎么样去包装一个艺术家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简单的回答有点复杂 当然这跟艺术家严格来讲这跟艺术家没关系 这跟画廊有关系 画廊的任务就是包装艺术家 当然包装艺术家由于画廊的任务是包装艺术家 所以有跟艺术家的画廊就有弄假成真 就有把垃圾包装成精品 喉咙私人这个东西都说不清楚了 怎么样才能包装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从艺术家的角度 然后艺术家要有他的本性 他的方法论 他的灵感 他的灵魂等等我们都可以讲说 但是从画廊 或者从这个精英艺术家的角度 恰恰需要理性 就是说在决定包装艺术家之前 我们是否要先建立一些标准 这个标准可能是一个公约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可能这个艺术市场 各种各样的信息 汇总概括和统计而来的一个公约书 是吧 我因为不是做那个经营 所以我不能说我能够提出一个1234的标准 我只能讲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 或者了解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知道一些比较成功的 当我说的是国内画廊 做的比较好的画廊 我跟他们就负责聊天 我聊天的时候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选择艺术家有些什么标准 其实每一个画廊它标准不一样 我们有兴趣的话看不同的画廊 就发现他们所呈现的艺术家 这些风格彼此是不一样的 那也就意味着 从市场角度来讲 他们各自占有不同的市场氛围 对吧 市场氛围 也说明他们这些画廊背后的 长家的构成不一样 画廊必须代表长家的趣味 它必须有一个自己的长家组合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画廊比较 来看一看这个标准的变化 因为失败的画廊 由于失败的不能长久的 所以它所选择的趣味就不存在 有一些冒险的画廊 也许在一个时间不成功 但未来又成功了 比如说我问过一些 比较成功的画廊的一些负责的 杨天 有一个画廊的负责告诉我说 他们选择的艺术家 必须在 已经在画廊被代理过 或者被成功的运营过 超过十年 超过十年 也就是说他们不做新的 任何新的 刚出来的 没有任何画廊背景的 没有任何市场考验的 他们不做 因为这需要风险 这个办法不一定对 我只是说 这些画廊的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说 他必须找这些 这样的艺术家 他已经有过市场的体验 有个市场的背景 当然 增加了跟画家合作的复杂性 这个画家究竟是被画廊全代理的 还是班全代理的 我不知道 这是其中一个标准 那么这就意味着 所有刚出道的 所有新的 完全不被社会所认知的艺术家 他就一定会 而且今天的艺术市场 可以说是 有名的越有名 无名的更难出名 这个现实非常残酷 另外 有的话 我们再看看一下一些标准以上 中国其实画廊也在变化 中国的画廊 我觉得现在中国真的进入一个画廊时代 真的在进入画廊时代 所谓画廊时代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过去40年 当了艺术或者中国艺术市场蓬勃发展 但是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混淆 拍卖行 按照画廊的职责 画廊要把一个艺术家的价台高 要手段到拍卖行里面去 不管真的假的 拍了再说 拍卖就成为定价的一个暗示 有没有效果呢 从市场上真的有效 那这个效果 效应时候在下降 我现在知道 国内的一些画廊就起来 那么所有的画廊起来 他们当然要基于商业的目标 基于画廊能够出售 所以当画廊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波折 在中国进一步往上发展的时候 其实画廊的标准更加重要 那么就一些这样的负责的也跟我聊天 谈他们的另外一个标准 就是画面的质地 也就是说一张艺术品 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要有一定的复杂度 这也是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对不对呢 从最前为了角度来讲 当然是错误 但是 但是 因为 大家一定要明白 画廊所面对的长家 长家它不是艺术 就是要看得到的劳动量 是吧 最顶级的长家 可能就喜欢最没有 最没有 技术含量的作品 因为那个有观念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是中间状态 那么中间状态呢 有一个长久的传统 就是人们在一个画面上 越是看到某种技术的含量 越是感觉到这个画 是不是不太容易做出来的 它就越有某种保重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 我就慢慢发现 这个标准就出现 就是说 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有一部分艺术家 他们也越来越强 他们也要用一种 甚至一些 中立 一些 学 比如我刚刚在湖南湖南 一个年轻的 期间后的艺术家的作品 他的作品就是 先在电脑上自由合成 自由合成也包括某种软件的权子 甚至 会找 软件工程师 按照他的要求 进行一些编程 组合 组合以后再截图 就是在组合当中 在不同的这个奇怪建筑组合当中 截图 结束下来以后 把它打在一个画面上 但这个画面首先 了解到 这个画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画面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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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先入屏息 涂了一个很厚的涂层 一层又一层 一层又一层 这颜色是黄色 这颜色是蓝色 这颜色是红色 钢组合再涂 已经有一个厚度了 对不对 然后 就把这个 选择了电脑的这个 图 让它 已经有编程了 对不对 它本身就是程序了 就输入一个 雕刻机 雕刻机 就在这个 有涂层的 丙线颜色图层上 进行深浅不易的雕刻 有的声道可以把画布也雕刻 再看来 有的人在表面 把画布的痕迹留下来 这个构成一个有三维的一个作品 远远一看 它就是一个奇怪的一个 合成 这个合成 不是人工的 是电脑 但是过去再近一点看 有那个 雕刻机的雕刻的纹路 这个纹路有一定的随机性 深浅由艺术家来控制 这个作品就 它的过程就比较复杂 这是一个中国兴起的一个艺术家 有的艺术家 在中国的 现在市场上也很好 他们是 原来是摄影艺术家 拍黄山拍松树 非常中国话的那种 黑白的人 同时它就通过一种方式 把它变成画面上 用秉析 用油画颜导 涂抹出来 远远一看 是一个 通过三二级 归纳出来的一个树的 经历一看 就是油画颜导 非常有意思的涂抹上去 怎么涂抹 当然不告诉你 但是 人们看了就好奇 所以这第二个呢 就是说今天 当画廊越往商业和释放上走 画廊再起来的时候 这种讲究画面品质的作品 就开始过去 第二个 第一个我刚说过的 第一个就是艺术家遇到有画廊 被经历代理过的一个过程 来证明它已经有市场的一个在 或者市场 有一定的市场 第二个方面有一个技术的含量 第三个 我现在还发现第三个 当然这基于一个环境的特征 就是艺术品 说的好奇点叫越来越抽象 说的正确点叫越来越行事主义 也就是说 减少 某种明确的 批判性的含义 因为这种 强烈的某种批判性的含义 尤其是有社会指向的含义 社会也意味着某种威胁 选择上就有更加接近某种思想的倾向 而现在的中性 也就是更加的 就是整个内容 更加的行事主义 更加的唯美 更加的 就是说 是这样的一个 那么其实跟华南聊天他们也很明白 他们不能选择那些太过社会性强烈的 社会侵入侵犯性的批判性的 和那种刺激的东西 因为这大概另外一个危险 我就想起了好莱坞电影的电影分级一样 好莱坞大片一定是 适合所有年龄诚实的人看的 不可能分级到18岁以下 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会影响他的 票房 对不对 那么其实中国家华南也有这个特征 他们选择抒情的 中性的 有点优雅的 这个潮流其实 我觉得这个潮流其实是市场的变化 但也可以反映住 中国有能力收藏艺术品的 这些人的品味的变化 这是我讲的很具体 这是我现在 可以说这一年来观察到的一个情况 而且是跟一些画廊朋友聊天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情况 然后再往下 就涉及到受众群 那么今天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 我了解到的中国的一个状况 就是中国现在的长江 主体 是90后 80后 90后 是能力后 80后和90后的长江都一起 我们这一代人 大概老了 什么原因 反正就不是主体了 所以 所以 当我前段时间去上海新岸 看当代艺术 艺博会 这些 或者人们有兴趣去香港 看巴塞艺博会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那里就是市场 那里市场很多是 抽象的 或者是行事的 或者说是是吧 等等的时候 同时这个市场告诉我们 长江真的是年轻人 而我们这代人 可能喜欢的就是 富豹石啊 棋盘石啊 郭山玉 是吧 相信这些 可以炒作的这些 但是 我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种趣味 已经不是年轻人趣 那么我们说的 好听一点就是 现在年轻人趣味很当代 他们会喜欢草剑泥森 会喜欢春上龙 春上龙那几个 金娃娃 在上海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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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好像是 是多少 十万美金 八十万美金 嗯 那有没有给 马祖我不知道 还有草剑泥森 那个住那些大南瓜 是吧 嗯 但是老一队长家 一定不会喜欢 没笔墨啊 嗯 没名声 是吧 那些都很名声 这说明什么 长家在年轻化 年轻化的时候 画那也必须针对 因为画廊要针对特定受众 我说的这几个很具体 嗯 这个变化非常有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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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